嘿,大家好,我是 Ryan 今天我們要講的是多一第五部分的 Incomplete Sentences 它其實有點像我們國高中考的這種文法單字選擇題 但是其實我們把它可以很簡單的分成三類型 文法題、單字題以及 其實這三種也是文法題 但我把它獨立出來叫做 連接詞、介系詞、副詞題 連接詞 我們今天要非常聚焦在連接詞上面 連接詞分成對的連接詞、重屬連接詞 尤其我們今天要講的是對等連接詞 何謂對等連接詞? 就是把兩個東西連在一起 蛤? 這不是廢話嗎? 兩個東西很重要,我要把它同樣重要 我要把它連在一起 這時候我就需要七個對等連接詞 就這七個 我稱他們為亞洲第一男子團體 最紅的、紅片全世界的Fanboys 以及他們的幫助他們的鬥點小姐 他們的經紀人 Fanboys是哪七個呢? F,FOR A,AND AN,nor B,but O,OR Y,yet 以及最後一個S,SO 這七位,他們是誰跟怎麼使用 我們現在趕快來看下去 第一個是FOR 因為 它跟because有什麼差別? 我們到時候到下一堂課 重屬連接詞的時候再跟大家解析 這個FOR 它就是因為 譬如說 I don't have to get up early for there's no school tomorrow 我不需要早起,因為我明天沒有要上學 好,接下來下一個是 and I want coffee and tea 我想要喝咖啡跟茶當早餐 這兩個我都要喝,喝那麼多咖啡會不會拉肚子 好,假裝我今天是個便秘人 I'm constipated 我便秘,或者是 I have constipation 便秘這個字叫 constipation 我便秘,所以我現在要 I ate a sweet potato, a banana, and a cup of coffee 我吃地瓜,香蕉,然後喝一杯黑咖啡 你知道,讓它運作一下 結果,吃完之後,真的一個小時後 啊,肚子痛 I rushed the toilet and found nothing came out 我趕快衝去廁所,結果發現什麼都沒出來 我坐在那邊,二十分鐘了 好,問題來了,你們會想說 豆點小姐什麼時候才要出場 欸,哈囉,我在這邊很久沒出現了 經紀人,你知道經紀人就是要賺藝人的錢 他們一開始如果今天這個小case 他就覺得如果只是加兩個名詞,兩個形容詞 不需要我出嗎 如果今天是加兩樣以上的東西 接續的時候,比如說地瓜,香蕉跟咖啡 OK,這個有點賺頭,我來出場 最常出現的是兩個句子的時候 如果是接續兩個句子的時候 豆點小姐這個經紀人就要去談生意,談價嘛 她就要挺身而出,站在對的連接詞之前 所以在接續句子的時候,一定要有對的連接詞 或者是連續排序的時候 OK,你是不是不常吃蔬菜水果 她說對 You didn't eat enough fruit and vegetables Nor did I 我也沒有 Nor 就是也不的意思 再下一個 她說那你除了蔬菜水果,你有沒有喝水 我說有啊 I drank twenty glasses of water every day But I ended up with serious water retention 我每天都喝二十杯水,但是最後變成 嚴重的水腫 好慘 下一個是 or 否則 or 在前面加豆點的話 它就是否則的意思 它不是貨囉 這時候我們在講說 You need to get your shit out of your body Or you need to see the doctor 你已經一週了,你要趕快把這些東西排出來 不然你就要去看醫生 我很緊張 我就趕快衝去醫院 I went to the doctor Yet he told me to take it easy 我跑去醫院結果 然而他竟然叫我放輕鬆 我怎麼放輕鬆啊 便秘一週都便秘一點 接下來最後一個是 So I decided not to take his advice So I went under the surgery 我決定不拿他的建議 所以我就去動手術 開刀剖腹 把東西拿出來 這些就是Fanboys 對著連結詞的使用 你都會了嗎? 如果你想要更多的教材的話 請到下方連結 也別忘了幫我們按讚、分享跟訂閱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